第三题,取木耳素相同的两种酸,以HA、HB表示,分别加水配成总体积为1公升的甲乙2溶液,两种酸在水中的解离情形如右图所示,请问下列叙述何者正确? 我们看到图中,我们的原来的木耳素一样,而且我们的体积也一样,而甲所解离出的氢离值比较多,乙所解离出的氢离值比较少, 所以我们的溶液的氢离值浓度应该是甲大乙,所以我们的选项A是错的,那我们看到甲是完全解离,我们的HA通通变成氢离值跟A离值,可是我们的乙没有完全解离,所以HA属于强酸,HB属于弱酸,选项B是对的。 那么因为我们看到了甲的氢离值浓度比较大,所以它pH值要比较小,所以C说容易的pH值是甲大乙是错的。 我们看到它都解离出氢离值呈酸性,分态在酸中是无色,所以选项猪说两容易低入分态就会红色也是错的。 因此第三题问我们说,请问下列叙述何者正确?我们答案选的是B,HA属于强酸,HB属于弱酸。